毛泽东讲话所强调的视觉观的转变 魏公勒宾的方向他到底意识着什么和现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包括像顾斌对鲁迅的一种理解和叙述 他把它称之为救赎的文学 他认为鲁迅是个救赎的文学 他认为值得称赞的是作者与自己以及他的时代的反哄性距离 当然鲁迅确实有他的非常独到的地方 这个独到的地方是鲁迅确实在他作品中不是那么狂乐的去表达那么现实的一种政治性 我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抓住了鲁迅的某种特点 是吧 我好多年前我也写过关于现代的这样一个中国现代性的一篇文章里面 也谈到鲁迅的身上鲁迅的作品中的表达了一种现代性 你看鲁迅的小作中我谈一些细节 你看比如他写空一级 为什么他作为空一级 那手指在桌子上写字 是吧 跟小孩写字 然后他握着论头的手 有那种感觉 是吧 那么很抽招的 那种手 然后阿Q呢 论头上呢 有那个疤 是吧 一会儿又亮了 一会儿又那个 祥宇嫂呢 不断地重复着他的语言 是吧 啊 这个 这个 被狼吃了啊 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啊 你发现这些都是跟身体有关系 是吧 他都印记在身体上 他是一个身体的记忆 是把他们作为一个自然的 露体的 露身的 这些个人存在 来理解他 那么在我们过去的叙述中呢 是把鲁迅理解为是 鞭大国民性灵魂 是吧 这些你看阿Q 这多么愚昧 是吧 阿Q这个 这个阿Q精神 这是应该鞭批判的 这个国民性的精神 其实在这样一系列的读解当中 你会发现 其实鲁迅 对他家乡的农民 是怀着非常深切的 怀念之情 一种记忆 就在现代 你不管是阿Q 在这个要革命了 革命到来之后 这些农民 给农民将来带来什么东西 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一种发展 发展中 你像这孔一几 这个旧式的知识分子 旧式的文文 他的命名 这样一个社会 他是怎么 让这些人 这些落小的 这些乡土宗 中国的 这些个人 他们遭遇了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其实这里面 他是怀着一种深深的一种怜悯悯之情 那么在这里面 他对现代社会的到来 鲁迅 是持一个忧虑的态度 所以并不只是我们过去叙述的 就是说 鲁迅因为揭露了这么黑暗的 吃人的社会 是吧 然后他期待着光明 未来 进化论 是吧 革命的一种 对旧社会的炸碎 然后 应该一个新的社会 我觉得这种叙述 对鲁迅的理解 还是有 还是过分的这样一个 夸大 他的政治上的乐观主义的一面 而恰恰是他对现代性 本身包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包含着 甚至包含了一种反现代性的 这样一种反思在里面 那么这一点呢 当然我常常确实鲁迅有包含一种 对自我 以及对时代的 反统性的建决 但是这些 不意味着鲁迅 在这里面 融入的 不是对中国命运的关注 不是对中国人的关注 这里面是深深打上了 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 这样一种字眼的 所以这里面我是 不一定会 同意这个顾兵 这么这样一个 结狼的一种判断 有意思的是 他对玉大夫的分析也很有意思 那么玉大夫为什么有价值呢 玉大夫有价值是 他的主人公总是处于无聊 空虚 感伤和痛苦之中 我们过去呢 为玉大夫这个浪漫主义 那么 他总是对中国的乐爱 因此克服了 他的这样驱逐了 他的空虚和无聊 是吧 沉沦 是吧 但是呢 这一点我是不太赞成 过去的我们主要文学史 的这样一种叙述 是吧 但是 也并不是说 这种空虚感伤和痛苦 它只具有 哲学的意义 它不具有 中国的意义 我就毫无疑问 这不能摆脱他中国的意义 是不是 那么 玉大夫的意义和价值 就在于 他是中国现代 没有成为主流的那种浪漫精神的 一个最充分的体现者 我觉得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种意义 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 它的浪漫主义 它后来慢慢的流失了 它被现实主义替代 但是在 玉大夫的身上 他是有那么浓郁的 和他的文本 和他的气质 和他的生命 集合在一起的 那种浪漫的精神 是吧 那么玉大夫有一句诗 我是一直非常喜欢 《长阴久坠编冥马》 《生怕情多累美乐》 这个诗不知道大家 觉得写得怎么样 那么他的美类就是王应霞了 是吧 这也是把他折磨得够恰 过去中国这些教授找的老婆都不着调的 如果去理解 而且玉大夫的作品中的 所具有的世界的现代性的意义 我觉得这一点我当然也同意 但是我觉得玉大夫的身上 他恰恰贯穿着浓郁的 是中国传统 世代夫文人的那种气质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诗是非常典型的 中国世代夫文人的那种腿肺的 是吧 中国古代的世代夫文人都有他腿肺的音乐 你从苏东坡 是吧 那不用说李商银 李鹤 是吧 这些很多 那么你可以看到 要把他完全剥离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情节 对中国的殖民 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 是吧 这种叙述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矛盾 这就我不多说 我要回到我们要讨论的论题上来 就是说 确实这个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我们后来的革命 革命文艺所要招式的社会主义文艺 它有着内在的千丝万里的内在联系 但是他们的转折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在现代中国我们可以看到 我套用顾宾的话来说 假定说有一种对中国的殖民 对国家命运 对唤起民众 对改变中国 对少年中国等等这些的一种期待 如果说有这些期待的话 但是他同时 他还有他对 五四新智障起来的 这种启蒙精神的那种热爱 那样一种热爱 他们是混淆在一起的 那么由此来建构起 现代中国 他相对丰富 复杂的 多元的那种文化的情境 但是 到了社会主义 要建构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 这样一个历史中 他这个实践 他是开创的 他要求更加纯粹的 对民族国家的论同 更加纯粹的 要把文艺 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 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要求作家 思想 政治上 要完全 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要完成 这样一个信仰的一种建构 所以这里面 他们的转折 他们的分歧 是依然非常深刻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 所以我们看到 左翼维权运动呢 他总体上来说 还是属于 现代新民族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作家们还是深受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 那么 像顾斌对矛盾的评价 他其中有一点 他说到矛盾的作品呢 表达了那么多女性 那么多青年形象 矛盾笔下的女性 是非常非常鲜活的 那么 在三四十年代 当然有人攻击 批评我们 这个敬爱的矛盾先生 说他是黄色的 因为他确实 写那些女性 都写得非常的性感 把他们写得非常的 这种水性洋化 是吧 革命和那种欲望 他总是把他混淆在一起 那么 这当然 这种批评 我觉得用词不一定恰当 但是对他这种倾向的批评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成立的 但这本身也说明 即使像毛顿 这样一个大作家 在他的身上 也依然沾握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 他是在五四的那样一个文化 中过来的 他受的是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 多方面的这种影响 所以需要对作家的 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 改造世界观 那么在这里才发生 历史变异的内在锻炼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在于 作家的主体地位和世界观的改变 由启蒙者变成了被改造者 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取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 所以这是我们要理解的 毛泽东的讲话 他要开启的革命文学新的方向是什么 他的渴望有一支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个队伍 他有无产阶级世界观 他和前此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决裂了 主体要发生变化 才能够创建革命的文艺 社会主义的文艺 无产阶级 其实他那个时候一直用的是无产阶级 所以大家就会理解 毛泽东的讲话 当时一开始就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朱总司令的队伍 另一支是卢总司令的队伍 当然很难免 卢总司令是谁 都没听说过 当时还不知道 鲁迅一下被毛泽东抬得那么高 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看到 作家慢慢他才体会到 那么这个转变的过程是非常深刻的 他和前此的是过去的作家的思想和文化 世界观是要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 所以梁冰呢 后来他才有一段谈到洪西普的创作的时候 他会做出一个区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广化 就18、19世纪的文学高峰 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统 在资产阶级革命当中 他们只要懂得一些自由和民主 就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念就行了 但是在今天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就不同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要求作家深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回去 当时有三大革命斗争 政治、生产和科学 有人说 看着实验的作家是在游击站 土地改革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当时的作家 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 在运动过程中认清了 当时我国农村的阶级关系 阶级矛统和阶级斗争 认识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正确地在作品里反映 那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的作家 他们必须来自斗争的前线 是吧 他们本身是战士 然后才会拿起笔 那么这就是 同时这个笔也一样的是枪杆子 是吧 那么说丁宁啊 这个手中一支鲜笔 抵着三千这个魔射枪 是吧 这个笔和枪 就是笔只有成为枪的时候 它的价值才是最大的 那么这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对文学的期待 毛泽东 他本身对革命文学事业的一种理解 这个文学的事业 它是像战斗的事业 它是要创建新的中国 创建新的民主 创建新的国家 来奋斗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在1942年这里 重新划定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界 那么 它所要发生的一种变化 这就是五四的启蒙的文学 它要转化 转变为 或者说 它要经过一个深刻的变异为 革命的文学 乌产阶级的革命的文学 所以 有一大批左翼文艺家的 从国陆区来到解放区 改造世界观 本质上 就是要从延安解放区的革命现实出版 从这里开始 建议革命文艺的新的历史起源 随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文艺界的斗争 其根本作用就是要明确 巩固和强化这样的历史转向 把五四启蒙文学 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这个深刻的历史转变 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生 发展的前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革命文艺展开的是 又一次新文学运动 所以从1919到1942 历史才过去了不到30年 应该把它理解为 又一次的新的文学运动 这下文学运动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 它是与历史巨变联系在一起的 具有鲜明的时代政治意识的文学 另一方面 它又是有最广泛人民权重参与的文学 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 所以我们要理解 我们这样一个文学 在恒大意义上 我们要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来看 当成一种现代性 激进的现代性 在文化上的这样一种体现 就是在中国开创一个民族国家的 伟大的神话中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 要这样去理解它 所以这个对作家来说 就经受着非常严峻的一种考验了 就说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中国作家 他绝大部分还是秉持着 资产这些启蒙主义理想 投身文学写作 认为自己最接近启蒙主义理想 最接近自由民主科学 认为自己是启蒂民众的思想先驱 同时也是新文学的先锋人物 现在他们突然面临 与自己过去的历史相断裂的困境 要做工农兵群众的小学生 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场 他们作为革命文艺的写作者的 阶级身份和文化身份 都受到了根本的质疑 只有放弃自己的历史 放弃过去作为历史主体的姿态身份 放弃过去的文学经验 进入工农兵的历史 才能确立新的写作期点 所以这个对整个中国作家来说 当时的一代中国作家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所以毛泽东他是非常敏略地看到 要建立无传阶级 革命文化最重要的 就是要完成主体的建构 就要重建革命文化的写作主体 革命文艺实践才能展开 所以改造世界观是毛泽东讲话中 反复强调的 改造世界观 深入生活 到了工农兵中去 为工农兵服务 这样新的文化才能创建起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会看到 毛泽东在产生新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的时候 他没有突出知识分子的作用 就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有出路 是吧 他只有变成工农的一分子 他才有出路 但是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建构 你没有知识分子 去传播 他文化没有办法建立 是不是 那么 毛泽东设想的一个伟大的策略 就是说把知识分子变成工农群众 你通过和工农兵结合 是吧 你变成了工农兵 你又有文化 你又头脑又是工农的 是吧 脑袋里又装了知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毛泽东 终其一生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期望 就是他们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是吧 所以包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是吧 开门板学 是吧 像张铁生的这种白隽先生等等 毛泽东在文化上他是非常激进的 他想有一种人名 广大人名 普遍参与的文化 被检az了 广大人 来说 带你带你heid 跟我 Cover 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